爱的深呀爱的真 怕姻缘似水 走了情呀丢了心 仍容易憔悴 仍相信呀风向悲 其实也无所谓 周深毛不易在元宵晚会上演唱家乡人的音频已经上线了 这是一首加倍治愈的暖心歌曲 两位优秀的歌者共同演绎 他们用歌声歌颂着淳朴善良的家乡人 他们不忘初心 坚持努力 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毛不易和周深一样 都是属于诉说感极强的歌者 这首歌曲又有一种柔美的感觉 表人高低声部的和音更是巧妙而动听 旋律温暖 扣人心弦的 所以治愈的感觉格外强 治愈离家的人 身边有那么多可爱的人 当你需要帮助是奋不顾身 另外周深常驻的时光音乐会二 还有一期就要结束了 目前各种音宗你腰周深的爆料满天飞 这部蓝台最近传出新消息 一个名为好久不见的舞台的音宗 你腰里就有周深 先是天赐的声音四 周深作为上一季的常驻嘉宾 可以说留下了不少让人难以忘记的神仙舞台 而这一季周深依然在你要嘉宾当中 还有直奔到野球 周深啊这是个游戏 你还知道这是游戏 现在两个人关系应该破裂了吧 玩完之后 凌若处子 动若妥妥 动若妥妥 净若妥子 净若妥子 动若妥妥 这是蓝台推出的一档前新组艺 属于英游综艺 不存在点评之类的 而且看他和阿渡 田振等人的互动 就知道周深很适合这个节目 就是突然间我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记得周深和那音同时出现在一个综艺 还是番茄台 我们的歌中 而蓝台最近也推出了一档 感觉很类似的 名为合唱也疯狂的一档合唱类节目 更巧的是 李阳名单中 那音和周深都有 这还是很让人感到吃惊的 之前都是周深翻唱别人的歌比较多 但这档名为好久不见的舞台的节目中 将会有更多的歌手来翻唱周深的歌曲 因为他的形式大概就是歌手翻唱唤醒官的作品 获得认可和肯定之后 他们有机会为自己打歌 不过要说当着原唱的面 砸场子的这种名场面 或许很难出现 因为其中的唤醒官 有林毅连 刘欢 张杰 邓紫棋 周深 这五位歌手可都是各顶各的厉害 当然 这里只是你腰 大家吃瓜不相信瓜 无论周深常住哪一档节目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还有 自称了解娱乐圈的博主爆料 周深今年不会太多的参加综艺 最多只是飞行 所以在确切消息出来之前 一切未可知 大家多听歌就好了 消息以官宣为准 就小编个人而言 是非常喜欢周深的综艺的 所以希望周深在身体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在不影响发歌 专辑和晚会舞台的前提下 多参加一些综艺节目 你们期待周深新的综艺吗 去示范 蓝标 就是 放开 没调 好吃耶 哎 我嘴巴好臭 那这个要不要呢 那观众朋友们你说要不要呢 要吧 这是啥 嗯 这个太 太无趣了 你要不要 你要吧 千万不要要 四连拍结束 你有这么多张纸 我每个都要 我太贪心了吧 这么好吗 你推荐我要的 如果非常差的话 把你的微博名字告诉我 要一个吧 要 一张后悔吧 要 那直接就要啊 下一个要吗 要啊 就别在场的人每人一句夸赞也可以了 来吧 从你开始 你要是让我觉得不真诚 像彩虹那 那个不要越走越远回来 回来 你要让我得到我真诚的认可才算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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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表演在除夕的年份上 红包都拿不到了 真诚一点 好吧好吧算夸了来捏 我看上去就是 又不又帅 而且 可可 你呢 周深老师的高音唱得特别的滑 我看上去 你这个气息很强 然后 让人感觉还想要再多听一会 你这夸得太正经了 你只有我现在有点尴尬了 哈哈哈 下一个那要不要呢 那既然 我只有两张了是吧 要 现在 哈哈哈 就你了 来 三局两胜了 剪刀石头 不 我出不 你出什么 我也出不 剪刀石头 不 天哪我们好真诚啊 我出剪刀你出什么 剪刀石头 剪刀石头 不天你故意赢我 没有 我真的真诚 无聊 剪刀石头 不 啊 啊 最后一张 要啊 我都有后悔牌了怕什么 模仿 风雨彩虹 哎呀太不像了 哈哈哈 不像了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 又为谁摆 真结如果听了这一段 你大人别打脑袋 真结你的歌 每次都唱进我心怀 哈哈哈